HELLO 大家好我是J 這是一個非常沒有營養 只是告訴你這期新翻出了什麼動畫的節目 事實上你去搜尋2017 7月新翻 你就可以省下這幾分鐘啦 但你真的連搜尋又來的時候好嗎 那我們開始吧 歡迎來到實地至上主義的教室 這一秀的人能在這所實地至上的學校享有一切 大概是個主角莊若被分為烈等生的故事 怎麼好像有點記事感啊 動作女英雄 為了讓失去朝夕的小鎮恢復活力 成為當地女英雄罵少女們 18 IF 大型手遊廣告 《將國堪亂記》 《獵人》舊版導演古橋一號 與相當優秀的動畫公司MAPA製作 將樹中世界的架空世界爆發的戰爭故事 《時間支配者》 台灣漫畫家彭杰原作漫畫動畫畫作品 咕嚕咕嚕魔法陣 大家的童年回憶其實我沒看過 《騎士眼的魔法》 機械宅工程師意外死亡後轉世到異世界 打造自己專屬的機械騎士的故事 為什麼日本人天天轉世到異世界啊 《異世界池塘》 看異世界的人在現代西餐廳吃飯的故事 又...又是異世界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夠了喔異世界 你全家都異世界 現在是怎樣 要把現代人吃飯拍照滑手機的惡習 帶到異世界了嗎 《猜迷王》高中社團競技類作品 又一奇葩題材 連猜迷想拿都能做動畫 感覺超有趣的 《單純女孩》 如果愚蠢有顏色那一定是藍色 女主角的愚蠢度差不多就是藍色了 《GAMERS》電玩咖 先讓你以為是一個窄窄開心打電動的日常番 結果是個混亂的多角戀故事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主角跟辣妹下跪結果就答應當他女朋友了 但是要跟我們還不快點練習 吃我猛虎落地勢啦 《潔癖男子青山君》 一個連踢足球得分都不想跟隊友擁抱的 超級潔癖男子很有病的故事 《戀愛與謊言》 講述為了對應少子話 人在16歲之後將失去談戀愛的權利 國家會幫你找好結婚對象 嗯...我們這些單身狗好像需要這玩意兒啊 《戰鬥女子學院》 《母咪母咪心動動》 《Dive跳水男孩》 一年內沒打進奧運 就會被廢射的高空花式跳水射的故事 《天使的3P》 你以為加了3P我就會注意到你嗎 總之就是個K用版螺球社 《捏造陷阱NTR》 你以為加上NTR我就會注意到你嗎 總之就是個百合NTR的故事 《醉遊記 Reload Blast》 把猴子啊豬啊和尚啊變成帥哥的故事 我小時候守在電視機前面看的童年經典 《活擊刀劍亂舞》 《撞災UFOTABLE高品質製作》 準備讓大家見識為什麼女性像動畫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因為賣的超好啊 《戰績絕唱》第四季 邊唱歌邊打架演了四季 超屌真的屌 《地獄少女》第四季 時隔八年各位準備再死一次了嗎 《Wake Up Girls》第二季 《跳舞狂魔山本寬與有毒電波神前小原創的偶像動畫》 結果第二季換導演了 《伴獸人的煩惱》 《仁為娘與日常》 《適合性癖好獨特的你》 誒我跟妳講這部超讚的啊 《交那些裝耳朵就敢自稱獸娘的什麼鬼東西給我旁邊罰戰去》 《狂賭之冤》 看妹子一邊賭博一邊展現超屌演繹的作品 絕對是本季熱門動畫 《費特兒...佛格...》 《七月從者家七月MASA的大亂鬥大家已經看膩了怎麼辦? 我們有搞一個更大的 我們就湊兩隊抱團十四打十四好了 一旅行 感謝各位課長讓我有動畫看 《舞動青春》 少數以國標舞為題材的作品 畫面表現張力十足 並由排球少年動畫公司Production IG製作 相信會是本季表現亮眼的佳作 《New Game》第二季 《一群妹子高百合之餘順便做遊戲的日常翻》 《方文社加動畫攻防正常發揮》 《突然喜歡你》 《內涵一堆CP閃瞎你的眼睛》 《快給你們錢快去結婚》 《讓他生!讓他生!》 《中午語第二季》 《神作》 《以下是我美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系列》 《開討成安薩》 《便利商店男友》 《獨佔我的英雄》 《來自深淵》 《Princess Principle》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梵蒂岡奇蹟調查官》 節目看那麼久是不是有點累 是不是該休息一下啦 還好啊你這節目才幾分鐘而已 少囉嗦我們進一下廣告 不要喔傑哥不要 我不要進廣告 本期節目由原創小說 《朱苑成舊舞女元潔玉大政》贊助播出 大政年間一位古董店的店主朱丞翔 某天收到了一頂有千年歷史的鼓叫 而在教中竟藏著一位身著舞女裝的少女 匪飾金月 不幸鬼神想與無法證明無法存在的金月 遇上了有不祥傳聞的妖刀事件 在這個科技逐漸發達文化開明的年代 無法究竟是不曾存在還是人們不再相信呢 傲嬌店長天然女巫與神怪事件 單本完結的華文原創小說 《朱苑成舊巫女元潔玉大政》 好好好給你們錢快去結婚啦 想參加小說抽獎活動的朋友 請至AJ的FB本影片貼文查詢活動參加辦法喔 接著是劇場版系列 無法科高校的獵人聲呼喚猩猩的少女 你們對妹控一無所知最強妹控打野哥 這劇場版依舊要日常碾壓所有動到妹妹的人 POKEMON就決定是你了 陪伴大家多年的經典作品POKEMON20週年紀念動畫 有點想看耶不開玩笑 劇場版POKEMONSTER 你決定了! SUGOI! 遊戲人生ZERO 江蘇NO跟NO LIFE時間點6000年前的大戰故事 妄想學生會以劇場版 一部瘋狂講黃鑽子的四個漫畫能出劇場版 到底要做什麼劇情呢?真的很好奇 總之因才沒一個能打的 魔法少女那夜Reflection 欸!吃了我的光速泡我們就是頭部搭機了! 燕花1993年真人電視劇改編動畫 由SHOFT與新房招之製作 成為你的名字的東寶出資 魔法少女伊莉雅 學下的誓言 我有Fate我自豪我爸行約不會倒 這是FBI的陷阱大家千萬別上當啊 買票的人通通會被查成分帶走的 想要傳拿你的聲音 以聲音為主題 講述主角在廢棄的光播電台迷路 引起了一連串故事 由老牌公司Modelhouse製作 加上遊戲人生17年夏天他們雙開了兩部電影呢 希望不要爆炸才好 如果想知道7月新翻我推薦哪集不動畫 記得收看我6月中會推出的新翻推薦節目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AJ 我們下期再見 本期節目由AJ自己贊助自己播出 喜歡我的節目的話歡迎贊助我的PressPlay 每個月花點錢包養肥齋 是你最潮的選擇